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謝哲清 今天的清書開箱 或是清書房開箱 名人書房 今天來到哲清的書房 不過我們現在換一個地方 我們沒有要拍書房的這個 書的部分 我們來到的地方是我的CD角 因為我有很多重複的音樂 例如說我貝多芬的交響曲 我會買好幾套 然後很多的 上場的曲子會有不同的版本 然後家人就會問說 你幹嘛花那麼多錢買這些東西 實際上我想想看 如果你要吃麻婆豆腐的時候 你去素食餐廳吃 你會吃到一種味道 然後你去米其林三星的 二星的一星的餐廳 吃麻婆豆腐 你會吃到不一樣的味道 你去四川 那你會吃到不一樣的麻婆豆腐 雖然一樣都叫麻婆豆腐 所以呢 這個就是 這個音樂的版本的概念 就跟麻婆豆腐非常的像 我讓你看一下 這個 這個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套音樂 我拿下來給你們看 這個是汪德 汪德指揮的這個 貝多芬9號 1到9號的交響曲集 而且這一套很特別 這一套是我在大陸買的 那時候我去北京工作出差的時候 後來我就是逛秀水市場 結果裡面有一套 這是正版的 這是大陸正版的 這一套才台幣500塊而已 超便宜的 後來我回台灣看的時候 這一套4000多塊台幣 好 那除了這個汪德之外 我讓你們看一下 另外一個是賈蒂娜 這是賈蒂娜的貝多芬9號 這1到9號的交響曲這樣子 那賈蒂娜這個樂團 稱為革命時期樂團 那很多人認為說 它是屬於比較古樸的 比較原汁有原味型的 但是我真正 我帶著去環遊世界的是這一套 這套其實我在當兵的時候買的 這是很久了 這套跟著我20多年快30年 那這一套呢 是由卡拉扬指揮柏林愛樂 1963年的版本 它在50年代有一個版本 然後60年代有一個版本 那60年代的時候呢 其實貝多芬那時候 應該說60年代的卡拉扬 他是德國一個非常有名的指揮家 當時他意氣風發 所以你可以感覺到 就是原來他很謙虛的地方 到了第一個版本之後 他就放開來了 那另外一個是 其實 其實呢 是當時呢 就是很多人講到說音樂 那我們講到貝多芬9號裡面 另外一個大師就是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呢 他不僅僅是20世紀的作曲大師 也是指揮大師 那他的 他的 貝多芬9號呢 就非常的細膩 跟剛剛我們剛剛看到的 卡拉扬那種 很雄壯 然後 意氣風發 那是完全不同的風格 這是 伯恩斯坦 那其實呢 我還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很少人的版本 這個版本是 克路易坦 他是一個法國的指揮家 那這個指揮家呢 實際上 他的曲子 在台灣 能聽到的非常非常的少 那我第一次聽到他的曲子的時候 也是我在 快30年前 然後 我聽他指揮的 貝多芬的序曲 在這裡 在這裡 應該是這一個 這幾個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對 這是克路易坦 指揮的 蘇伯特 然後還有這個 貝多芬的 序曲 的這個集喔 這非常非常的棒喔 你知道 我第一次聽到他指揮愛德蒙的時候 因為我那個時候在樂團 我們練愛德蒙 然後我為了要聽不同的版本 我就去找了好多的曲子來聽喔 結果後來我聽到克路易坦的時候 我發現就是 法國人對這種音樂 他處理的方式更細膩 然後他很 著重那種心理陰暗的 那種手法 就跟普魯斯特 就跟巴爾扎克 然後就跟雷諾瓦 他們在作畫也好 然後 寫其他的音樂也好 文學也好 手法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說為什麼 哲青會專 會喜歡古典音樂 其實古典音樂呢 就是一個作曲家 他對生命 然後他探討 他就是 不同人生的議題 就是我們面對死亡的時候 面對自清的離去 然後 面對愛情 面對 面對這個 所有的死別生理 音樂家他不會用 他有時候用寫的 但也可以 但是他 或是腦海中 會形成某一種神秘的旋律 而這些旋律呢 會讓我們有感同身受的那種 很強烈很直觀的這種充值 這邊有一個音樂 我最後面跟大家介紹 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 這個呢 其實很殘忍 這個曲子 這是 葛露克 那 葛露克呢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作曲家 但是他在台灣好像不太有人知道 那麼這個曲子叫 叫悲傷交響曲 那悲傷交響曲呢 是當年他們到這個 猶太人被屠殺的 奧茲維辛啊 然後去訪問了很多 就是 浩劫餘生的這些猶太人 或者是一些不健康 不健全的熱慢人 然後他們就 餘悸有存的 然後或者是這種 血淚斑斑的 將他們在 幾重影裡面 曾經發生的事情說出來 然後他們有人寫成詩 就是有人畫成畫 做曲家看到之後 然後 他就開始在你腦海中想 想要想 這個曲子是我聽過 地球上最愛上的曲子之一 那 他讓我們有那種就是 如果我們的自親 我們所認識的朋友 發生了 跟猶太人一幕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辦 實際上這個音樂 我覺得最偉大的地方就是 他真的 讓我們有這種感受 好 而且我還買了不同的版本 這是另外一個版本 你可以看到 他都是用一個幽暗的 那個靈音道這樣子 那每一個指揮家 對悲傷的感受不一樣 所以呢 這個悲 這個悲傷的交響曲 當然它也不同 所以古典音樂 它才會動人 因為它都是這些 這些人 我們人 我們人 在靈魂跟心智 曾經活動的現象的紀錄 但它用最神秘的方式 也就是音樂 出現出來 好 那現在還有很多啦 包括了什麼 原聲帶 然後還有爵士樂 但是呢 我們今天 先到這邊就好了 好不好 那如果呢 你有想要什麼樣的音樂 那你想要跟我們分享的話呢 歡迎你到青春愛讀書的 YouTube頻道上面來留言 那麼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記得 上YouTube頻道上面 按訂閱開啟小鈴鐺 你就會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喔